您好,我是燕盈,欢迎收看北美地方新闻 今天您看到的是洛杉矶农夫市场第十届 舌尖上的农夫市场美食活动 即将在7月24号开始 欢迎民众前来品尝世界美食 洛杉矶农夫市场第十届 舌尖上的农夫市场美食活动 即将在7月24号解开帷幕 时间为下午5点到晚上9点 今年活动的主题是为世界美食奇欢享 农夫市场多家餐馆和商家 精心为食客们准备了一场美味盛宴 和各种有趣的活动 现场,消防队会准备消防队员们特制的辣豆酱 民众一定不要错过 同时还会在现场准备消防安全展览 和消防知识手册,寓教于乐 为了响应世界美食奇欢享活动主题 今年主办方准备了许多来自各个国家地区的特色小吃 像是招牌火腿奶酪可丽饼 大大鲍鱼和鸡汤,蘑菇乳酪线角 奶油泡芙和甜甜圈等等 第十届舌尖上的农夫市场活动售票已经开始 民众可以在农夫市场的官网上进行预定 7月10号到7月23号之间 门票的票价为40美金 活动当天,门票价格会为45美金 成人票可以免费品尝啤酒和葡萄酒 以及各种酒精饮料 同时还可以在农夫市场停车场 或者是The Groove停车场免费停车 欢迎民众前来参加 中天频道编辑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